大家好 我是邱振海 最近几件事还是很多 一个是今天早上我们收到消息说 美军有一艘核潜艇 核潜艇在中国南海 在中国家门口 砰的一下撞上东西 所以我就说 不是家门口 麻烦就是多 路远迢迢跑到这儿来干嘛呢 好 一会儿你要看到最后 最后我有一个点评 但是中国人有句话咋说的呢 说不撞南墙不回头 他现在就 南墙也不知道在哪儿 可能就在台湾海峡 好 我们现在看看 据说台湾已经有美国特战部队了 过去去 其实这事咱们一年前就已经报过了 说什么美国有一个什么特战部队啊 这个一个班啊 还是一个牌啊 在那个在所谓美国这个驻台协会台外办人出啊 然后现在星岛日报和 Whatser Journal 就是华尔街日报 还有VOA 美国 美国精英都报道说 说船美国秘密驻台已经超过一年了 超过一年 帮助训练什么海陆士兵等等 其实这个事也是一个common sense啦 也是一个常识的信念事 他一定不会穿着军服啊 带着军衔去的 一定是一老百姓的指纹区 但就是军人 好了 我们看看余志同时这几天法国的参议员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阿波特 都在台湾啊 用我们以前的话来说 那不是访问的叫流窜 流窜 我们小时候是这么说的啊 路透社和环球时报说了 澳大利亚前总理阿波特表示 希望帮助台湾结束孤立状态 你说什么事啊 然后环球时报马上啪啪打脸 说与美国夯息一气啊 同时我们再看看米军 米国海军啊 这一看就是日本人说的话 然后中央通讯社 这台湾的中央社啊 说全球最大型的美国远征 机动基地界 首度破靠冲城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 说现在其实这个事也是老消息了 这个他的那个新的那个中央管理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Burns 上台之后 他就说我们要改革了啊 这个要要搞一个Center for China Mission 就是有中国任务中心 以前呢 中央情报局 以前的中央情报局 对中国的情报工作都是放在什么 东北亚啦 亚洲啊 这部门下面 没有一个单独的部门 以前好像只有前苏联冷战了手 有专门的苏联任务中心 现在搞一个中国任务中心 那就很明显嘛 就重视嘛 对不对 重视中国 这个所以要搞中国的情报工作 同时我们再看看德西威勒 这个德国之声 报道说美国常任副国务卿 叫舍曼 其实年纪挺大了啊 这个然后他说已经做好与中国激烈竞争的准备 而且还激烈竞争 昨天杨洁篪刚在苏联市和他们的苏联文 沙联文说 我们不喜欢这个词 以后不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你看杨洁篪啊 这我都有报道了 然后沙联文 现在按照香港电脑的报道说 沙联文表示 杨洁篪的会谈富有成效 避免以往激烈的讨论 这个就是昨天我说的 这开创了一个什么呢 开创了一个 中美关系是肯定会向了越来越麻烦的发展 但是这个方向过程当中 大家管理冲突的 人口的东西需要管理的 时间需要管理 情绪需要管理 成本需要管理 对不对 好了 香港《大公报》和香港《青导日报》 都引述了一些 一些学者的话 说中美关系其实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没改口 以前这个香港好多年以前 有过一个视频叫 问题没解决 秦刚 中国中美大使秦刚 这张照片把我们秦大使拍的瘦了 可能比较辛苦 这个香港《经济报》报道说 秦刚向美国解释内地的潮语 何为躺平 这个很多了 什么叫饭圈 双检 内卷 凡尔赛 躺平 逆行者 还有最主要是人民之上 生命之上 这个秦刚刚大使上任之后 一直跟美国人说 其实你们的很多主张 跟我们中共常常的主张都是一样的 比如你们林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都是差不多的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台湾媒体和韩联社报道说 韩国外交部说已经向美方就索要 喊起半导体信息表示担忧 最近美国啊 这个要注意 这个真的要注意 这是一个大事 表面看上去 他现在向世界各国的那些芯片供应商要求他们提供数据 要求台积电啦 等等 现在都遇到这个麻烦 韩国现在遇到这个麻烦 就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供应链 supply chain的问题上围堵中国嘛 再加上最近芯片紧张 对啊 芯片紧张 这个马斯克已经说了 芯片紧张是一定有企业在大量囤积芯片 这马斯克大家去查一查 马斯克6月2号 四个月之前 在他的推特上就已经这么说了 好 我们再看看国际能源市场 香港新报报道说 美国出口数逼OPEC加增产 暗示有需要可以释放这个储备的石油来平油价 英国的一个天然气供应短缺 能源价格飙升 工厂有可能会关闭 这个能源市场也是获不担心 同时的法国和欧盟都报道说 欧盟家发现2500亿欧元的绿色债券是全球最大 能源危机避不了啊 最坏时机还没到 香港经济报和这个Financial Times 英国金融时报对于相同的报道 韩国总统的文在寅 文在寅现在这个其实挺不安宁的 时间已经到了十月中了 再过三个月 韩国总统就要选取了 所以文在寅未来到底是青史留名呢 还是什么 韩国总统不好当 韩国总统卸任以后都有一点麻烦了 相信希望文在寅 文先生 文兄真的是没有问题 这文兄不太好听啊 希望文先生真的不要有问题 但是有没有问题就要看他在朝韩问题上 能不能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所以我估计 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 朝和问题 朝韩问题 美朝对话一定要展开了 所以韩国总统卸任说 文兄说 将凝聚所有的力量主导 轻能经济 德国说一说 德国现在大家如果不了解德国情况的话 今天说亚买加啊 红绿灯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颜色 因为亚买加国其实是黑和黑黄绿 三种 那就三个党 一个是联盟党 一个是绿党 一个是自由民主党是黄色的国旗 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已经排除了 剩下就交通灯了 交通灯就是红绿黄三个 那就是社民党绿党加上自由民主党 但这个事也挺麻烦的 最主要的还不在绿党和社民党 绿党和社民党现在也有麻烦 这个我没时间了 有时间可以给大家讲多一点 现在最主要是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不咬权 在德国近代史上 据我了解 德国近代史上从来没有过在 他们叫在布鲁西本的 就社民党跟自由民主党能够咬得拢 双方的什么什么什么就业政策了 税务政策了等等了 全都咬不拢 这跟他们的理念是有关系的 所以哎 这有好戏看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绿党当国当那个外交部长 这个事儿恐怕大概是八九不离十的 那么关键问题现在这个阿弥拉小的 这个拉舍特这兄弟拉兄 拉兄这有问题 德国联盟党面临阻隔危机 拉舍特有可能会持续 基民盟的党主席 其实本来也不是他的问题 他本来就不能干 是默克尔非要把他给递上去的 所以默克尔犯了两个很大的仇 现在很多人都说默克尔什么遗产了 什么的 我认为他有两个负面遗产 一个就是2015年的时候难民进来太多了 这当然是好行 一不小心办了坏事 另外一个很悲催的就是默克尔的 十几年来 他的接班人就一直没搞定 最后搞了一个拉兄 搞了一个拉舍特 最后把那莫达妈的这个一世的英明 毁于拉兄身上 这话真的没毛病啊 好了 国际书报 好了 在台湾拉兄 台湾莫达妈 咱们谈谈这个美国美国参议院 这个 这不是休门吗 啊 什么啊 然后那个 这个 这个香港01和沃斯基雄罗 都报道说 美国参议院领导达成共识 同意延长短期债务上限到12月3号 这美国人经常这样 联邦 比如说国会一部批准 联邦政府就开不了门 开不了门 以前呢是什么的 警察不关门 军队不关门 外交部门不关门 情报部门不关门 对不对 核电站不关门 因为那个要关门要 要出大事了 现在据说美军工资也发不出了 美军工资发不出 这是挺好玩的 这是挺好玩 像我这种看热闹不现实的 Fox News和《环球时报》 报道说 美国最新民调拜登支持率降到38% 这咋整的呀 如果明天是中期选举的话 好 我们看看这个香港新报和 Financial Times 还报道说 美国德州的法院颁布一个命令暂时暂缓 禁止堕胎 堕胎这个事在美国这么一个 充满清教情节的这个国家 还是一个事 北约和莫斯科的关系 错综复杂 其实北约的存在 当时就是为了遏制前苏联 北大西洋嘛 是美欧之间一个组织嘛 现在虽然苏联没有了 但俄罗斯也还是一个麻烦 俄罗斯表示 北约无意与莫斯科建立正常的关系 然后斯多登伯克 就是那个 那个北约的秘书长 说啊 撤销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 他们八名成员的常驻资格 是对俄罗斯恶意行动的回应 所以北俄之间的关系 他们麻烦多一点呢 但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北约说了 虽然俄罗斯和我们有麻烦 但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还是中国 所以啊 香港新闻日报 香港新闻日报报道说 巴基斯坦地震 今天那个舍曼 监长我看他马上要到印度去 舍曼在印度啊 所以最近美国的官员跑印度跑了很多啊 你看看什么奥斯顿八月份了 布林肯九月份了 舍曼十月份了 舍曼七月底刚到亚洲来过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了 也不容易 然后今天早上在出发之前 在他的推特上写了一个 他说哎呀 对巴基斯坦发生地震 表示哀悼 他说我将带去美国人民 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的慰问 这话说的挺有挺暖人心的 但背后可能有点战略用意啊 日本的千叶线也爆发了五点九级的强症 在东京 今天早上我们的记者从东京发挥了啪晃啊 同时我们看看明报和其他媒体报道说啊 这个疫苗啊 手虐疫苗获得世卫的推荐 全球首款 料每年就万计的年轻生命 同时呢 联合早报和那个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那个世卫组织 世卫联合国 世卫和联合国啊 核推全球疫苗战略 今年底为每个国家百分之四十人口继续接种 所以咱们呢 中南三院是不是说了嘛 说到今年年底 中国可能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人 八成人已经 已经这个接种疫苗了 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开放国门 最近啊 一会儿都可以跟大家讲讲 这个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准备要慢慢开放 改变清零策略 而且把这个pandemic 改成endemic 这英文里面两个字不一样 pandemic是全球大流行 endemic呢 就是这个流行病 是一个地区流行病啊 好 同时我们看看世界日报和这个德国的 德国的德国的这个 德国之声报道说 终极疫情露鼠光 各国抢购新冠口服药 小心 动不动就口服啊 现在不是说嘛 这个 不吃呢 就要懒新冠 吃了呢 以后 我就不说了啊 有人说什么得癌啊 有人说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血管堵塞啊 反正 凡药三分毒 小心啊 好 日本的首相安田文雄演说 据说此时刻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他正在发表演讲啊 说要构建 我还以为他要构建什么太平洋关系呢 构建与新冠共存社会 这词用的挺好 岸田岸兄 原来还有点痴情画意啊 提出构建与新冠共存社会 搞得很美丽这个字眼 搞得啊 好 Sky News和香港大公报报道说 英国又录得一百万长新冠病例 哎呀这英国人咋整的 这事给闹了 朝鲜 零确诊 传说破灭 因为 你看啊 这世界上最安全的大概就是朝鲜了 因为它国门从来不开嘛 国门不开就没问题了 除了天上飞机挥来挥去没关系 北韩零确诊 传说破灭了 写台湾媒体报道说 世卫组织说 开始提供必要的医疗物资给朝鲜 同时印度议下呢同婚诊 小孩子结婚 一百五十万女孩被卖 这跟疫情有啥关系吗 非洲裔的一个小学家 好像尼日利亚吧 啊 唐桑尼亚 唐桑尼亚一个小学家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据说他是六十年代 反映了很多六十年代移民的故事 打拼的故事啊 这个 然后 春上春树 春上春树 陪跑十六年再隐恨 等了十六年 能够等上十六年 这个耐心也够可以了 要我劳作不等了 好了 最后一个啊 告诉你这个美国稀奇古怪的事 是生物学家种植水草来修复海牛的一个栖息地 听懂了吗 反正 听不懂 你就猜 打拳世界 好 先生 你说 他喜欢的 很少讨厌 我叫你 世纪 我叫你 呢 意思 你就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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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 工作者是美丽的 像我们的黑灯瞎伙天天在那里工作 好了 看看 中央取交 好 现在电是一个问题 这个电还是不电 这是一个问题 电还是不电 你以为要电女朋友呢 好 我们看看这个香港新报和台湾网报报道说 全国十一长假日均发电 增14% 你看这电原来是可以发的 可以发电的啊 两眼发电 这个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 十一五点二亿人次出游恢复疫情的70% 环球影城带动北京城最热闹的一个旅游城市 多好啊 你看这一切都是取决于疫情控制 但是呢 下面就来了 下面就是疫情 很多国家说要与病毒共存 那别的国家与病毒共存呢 中国怎么办 这也是一个事儿啊 存还是不存 就像电还是不电 都是一个事儿 香港大公报和香港明报报道说 特首说将有序恢复同关 初期呢 设配额 所以现在真的是这样的 无论是大湾区啊 还是愿好的伟大的梦想啊 这个美丽的愿景啊等等啊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要人不留 啥都目的有 同时我们再看看断 五十清零 昨天呢 香港机场一个货占工 不明 出确诊 哇 所以香港朋友就开始着急了 因为现在就零确诊嘛 五十多天了嘛 万一把当地来一个 以后又那个了 好吧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是前天嘛 前天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他这一任期的最后一份 施政演说里面讲 用二十年时间建北部都会区 需要研制精简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 他按批内部效率牵加 吹出可否 做快些 对呀 这话说的对呀 开关也是这样的 好吧 同时我们再看看 香港新报 说最新市政报告评分仅百分之三十四点二 那这就是香港现在 只要是爱国者下面 咱们都可以批评 只要爱国 介绍性 你看 香港新报说这个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二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香港没有新闻自由了 这个是爱国者之下 香港新闻自由会更加健康 香港新闻日报来了 开始诗情画意 什么密地仍紧急满图 除阻力需政治意志 这不押韵嘛 也不对称也不押韵 这是香港的记者们 这个语文水平真的要好好提高一下 信报 旺报和法国际广播电台说 欧洲商会表示 香港的欧洲商会表示 欧洲企业有可能会撤出香港去其他国家重组业务 然后呢 专家市井台商 然后邱灯华 香港的这个官员说 经济稳 目前还没有见到外资撤离 所以最近外资撤不撤 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 都是可以观察的一个事 然后香港中文大学 这个学论会宣布解散 五十年 谁那你搞港独 对不对 然后大公报说 中大三报学生会解散 那三报这个词是用定语 用定语 就在报道当中一下就告诉你 这个学生会是散报的 解散 专家说对其他大学有启示作用 你看同样 他这边是说半个世纪的中文大学学生会 好啊 中大书报 今天10月8号过完了 大家第一天上班 明天也是上班日 明天10月9号 上午大家要过度关注 10点钟 我们也会做直播 而且就是兄弟我来做点评 很忙的 什么事呢 今天新爱革命110周年大会9号上午举行 咱们的国家元首将出一大会 并发表中央讲话 中央讲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 现在世界舆论都在关注 就对台湾问题可能会有最新的表述 时间过得很快 10年之前 昨天我不是说了吗 咱们在庆祝新爱革命100周年 10年瞬间就过去了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 香港《经济日报》和《环球时报》的英文网报道说 神舟十三运至九泉了 第二批太空人有可能会升空 中国的航空事业不断发展 但是山西的暴雨造成大桥的跨塌 铁路悬浮停运 哎呀 这时候给闹的 香港海关 按照《香港文威报》和《南华早报》报道说 海关导走私舱减值2.1亿贵的一个货架 这个走私 好嘞 现在我再走过去一下 昨天说那边就是树立市 现在说那边就是南海 昨天那边是中美两国的高级外交官会面 现在那边的南海 美国一艘核潜艇 砰的一下撞到一个不明雾 所以这事挺逗的 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在美国的核潜艇 核潜艇 大家知道最近的AUKUS AUKUS 就是美国 英国和 不是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和美国三国家组成联盟 然后把法国兄弟 把马小弟给惹恼了 就是因为核 去掉什么他们马小弟 跟拜登 跟莫里森 之间乱七八糟 就是为了围堵中国 但是最主要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把澳大利亚给核武装起来 这个是很要命的事情 澳大利亚本来就是无核国家 但是澳大利亚在1952年到1957年五年时间里面 英国 就是AUKUS里面的一个英国 在澳大利亚 因为澳大利亚太大了 它有太大的地方可以搞核实验 搞了多少次核实验呢 说出来你吓死人 搞了112次核实验 1952年到1957年这五年时间 所以澳大利亚老百姓 澳大利亚人民 对于核是产生深深的恐惧的 现在这个AUKUS就是三国联盟要把核潜艇给卖到澳大利亚 所以就核武装澳大利亚 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和联合早报报道说 美国的核潜艇在亚太国际水域潜航时撞上一个物体 然后里面多人受伤 被迫停靠 要停靠它就要扶上来了 不扶上来 核潜艇一扶上来就是暴露目标了 大量的军事机密由此就开始暴露了 所以根本不用打他 弄个什么东西放他自己就撞上了 所以撞上了 然后里面的士兵受伤了等等 然后美军说还好撞上了肯定不是核潜艇 他现在是什么 他连撞上是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 他就像外科医生一样的 排除法 你比如说糟糕的医生 就是这样 我得个感冒 他排除 他第一个想到你是不是得癌了 去拍片子 一大堆检查 他可以收钱 所以美国人现在也是这样 排除法 排除法一来 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就来了 好 下面到我的点评了 有惊无险 折射荒唐 有惊无险不用说了 对不对 That's good for you 对不对 总算还没出事 出事你就完 彻底完蛋 但是问题是折射荒唐 为什么荒唐呢 几点荒唐 第一点 军事技术连串共障 你说 咱们以前叫什么杜甫贼 一句诗叫 出事未解 身先死 常识英雄没满尽 你跑到人家家门口 站还没打的 撞上一样东西 就自动扶上来了 你说这算什么 扶上来就等于说交白旗了 打白旗了 第一 第二呢 撞上也就算了 你那撞的是什么东西 你就像一个糟糕的医生一样的 做各种检查去排除 现在知道了 说至少不是核潜艇 所以我觉得这事挺逗的 第一 你的雷达到哪去 第二 你的检测的手段到哪去 所以最主要的是荒唐是什么 跑到别人家门口来 所以我说不是家门口 麻烦就是说 麻烦就是多 没事 家里呆着 别老出门 真的是这样 尤其是兵荒马乱的 在家呆着就呆着 最主要是现在说了 美军如果要打一仗的话 在中国的近海跟中国打仗 基本上是没有胜算 所以有可能是迷信 但是人有时候也要 要不然为什么要抽签 要不然为什么要跟上帝祷告 对不对 所以还是那句话 兵荒马乱的 别出门了 这叫呆着 加利福尼亚考完呆着就行了 以外见读 下周咱们接着聊